各位教師與與惠貴賓 大家好 教育的本質就是協助學生潛能開發 視線發展 讓行為更好止於至善 成就這個珍貴價值的就是 老虎功高的教師們 在此我們要感謝台北市每一位教師的付出 讓台北成為一座充滿教育力的城市 在疫情肆虐下 教學現場面臨著重大的轉變 從5月中旬起 各級學校都透過了線上課程 以教學共享平台延續學習的能量 成為一種學習的新常態 台北市憑屆的平時累積的堅強教學內容 與超群部族的台北副客人來應戰 終於實踐影距教學 停課不停學的目標 最要感謝的就是站在第一線作戰的教師們 以克服了技術、設備 與實際事情上的困難 為孩子們開展全新的上課型態 再一次 向台北市教師們製造最誠摯的謝意 這幾年 台北市的教育夥伴 與專業和熱情 迎接各式隊友的挑戰 這個各項成就正在發光發熱 台北市教育力更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對全球140個城市的評比當中 拖延而出殘年的滿分 一百分 這時候 這項表現已經讓我們成為亞洲四角樓之首 超可悅的新加坡香港跟首爾 台北市教育力以世界先進城市並駕齊驅 成功沒有奇蹟 只有一部分表現的危機 感恩我們台北市的教師與校長們 一直以學生為重心 向教育之愛融入了教學與日常生活之中 讓台北市的教育不斷向卓越邁進 在這個屬於教師的節日當中 我們要獻上我們對教育夥伴們最誠摯的感謝 並進入全市教師們教師節快樂 感謝市長的祝福